大家好,我是大熊 来看看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后续 一日袭击一座炼油厂 俄罗斯的能源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超过12%的油能力已经损失 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炼油厂油库的袭击达到了顶峰 而且持续每天至少袭击一座炼油厂 严重影响俄罗斯能源经济 3月12日至13日 俄罗斯本土至少有6家料厂被无人机袭击 包括两栈的俄罗斯石油公司料厂 新沙赫金斯克料厂 和乡诺夫哥罗德州的卢克石油公司料厂 这三个巨型料厂 3月15日 俄罗斯卡罗加地区的料厂遭到袭击 3月16日凌晨 俄罗斯萨玛拉州的塞兹兰料厂 新伊比雪夫斯克料厂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萨玛拉州距离乌克兰前线1235公里 乌韩无人机横穿俄罗斯本土 飞越上千公里值得关注 利贝茨克州的一家料厂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斯坦诺瓦亚发现两架爆炸的乌克兰无人机残骸 自今年年初以来 乌克兰一直在用无人机 瞄准从黑海到波罗地海的重要的俄罗斯石油设施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发言人安德里·尤索夫称 每次针对连油厂的袭击都会中断俄罗斯的燃料和润滑油供应 坦克和其他武器装备就无法运行 影响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 但尤索夫没有提及更深入的影响 频繁的无人机袭击已经影响俄罗斯能源经济 进而会减缓俄罗斯向战争的投入 由于燃油厂频繁关闭 俄罗斯的石油产品出口量大幅度的减少 每日原油发货量降至475桶每日 远低于去年12月年底500万桶每日的峰值 收入进步减少 原油发货量减少必然导致价格上升 折扣减少 进而影响石油销量 俄罗斯全国性的报纸 《生意人报》报道称 印度是俄罗斯石油海运的最大买家 近两个月以来 完全停止购买流含量较低的俄罗斯优质 ESPO级石油 同时 印度还减少了俄罗斯另一种优质石油 索克尔的购买量 印度不购买的主要原因是 折扣太少 价格太高 转而寻求中东原油 3月16日 根据圣别的宝国际商品交易数据显示 在3月11日至15日交易期间 俄罗斯 AI92石油 AR95石油 柴油价格都出现上涨 俄罗斯石油产品的批发价格上涨了6%到7% 俄罗斯汽油由于产量只能满足需求量的10% 已经被禁止出口 俄罗斯作为一个能源大国 零油厂由于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被迫关闭 这发生在春季燃料需求增长和维修季节开始之前 导致石油产品供给形势严峻 俄罗斯是世界第三大石油生产国 占全球原油产量的12%以上 收益约占预算收入的30% 石油产品出口减少 能源收入锐减 这间接影响了俄罗斯对战争的投入 乌韩的战略很清晰 不断的打击俄罗斯料产油库 让俄罗斯无法生产石油产品 摧毁其赖以生存的能源经济 减缓俄罗斯对战争的投入 乌克兰在去年也曾经这么尝试过 但与攻击无人机太草 没有给俄罗斯造成显著的损失 现在乌克兰每年可以生产百万架的无人机 特别是远程攻击无人机数量庞大 还成立了专门的无人机部队 这对俄罗斯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在可预见的将来 乌克兰无人机将摧毁俄罗斯所有联合场 作为目标 这个影响将极其的深远 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和库尔斯克已经成为战场 从3月14日 三支俄罗斯志愿部队开始袭击别尔格罗德和库尔斯克 无人机炮击步兵装甲攻击 已经将这里变成了战场 尽管俄国王不称击退袭击 但俄罗斯志愿部队还是发布大量的摧毁俄军装备 弹药库和人员的视频 还发布俘虏俄军的视频 显示继续将俄腹地推进 俄罗斯人正深刻感受到战争的代价 俄罗斯志愿部队这次打击是吸引俄军将前线部队和装备调回 还是想拿下比尔格罗德和库尔斯克仍有待观察 面对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对比尔格罗德和库尔斯克的本土攻击 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无差别的报复 用FAB-1500制造炸弹 导弹 无人机和空头的地雷 袭击奥特萨和苏美等地 对奥特萨的移动公寓 袭击导致了乌克兰人伤亡 救援和医护人员到场后又遭俄军二次袭击 导致二十人死亡 八十人受伤 包括一名救援人员和一名护士死亡 欧盟和一切国家领导人 谴责俄罗斯对奥特萨平民的致命袭击 责俄司机誓言要进行报复 相信对俄罗斯电影厂 本土目标对比尔戈德和库尔斯克的袭击 还将持续 来看看战场最新消息 阿弗迪布卡地区 托南克奥尔利夫卡 比尔地区线上的激烈战斗 仍在继续 在比尔地区战斗 在街上仍在继续 俄军缓慢前进 在比尔地奇和奥尔利夫卡之间 俄罗斯占据约1.5平方公里的森林带 在奥尔利夫卡 米里和埃拉金的街道上 战斗仍在继续 战线是动态变化的 一些小规模渗透出现 乌军正在击退俄军的进攻 赫尔松地区 格林基的桥头堡继续扩大 巴木特地区 俄军在伊万尼弗斯克和 伯赫达尼弗卡的进攻被击退 乌军将俄军逼退回了 0504公路 北昂斯克 格林明纳 莱曼地区 俄军控制塔巴伊夫卡 东侧的附近地区 乌军在巴伊夫卡西侧 进行了防御 整个地区战线变化不大 扎尔地区 马林卡 新海利夫卡地区 俄军进攻被击退 3月16日 乌克兰公布俄军损失 俄军在经历连续8日 损失千人以下 终于在过去一天损失上千人 说明俄军重新集结预备队 再次发起进攻 但意味着损失将更大 希腊准备向乌克兰 提供2000枚的 祖尼127毫米航空火箭弹 180枚70毫米火箭弹 9万枚90毫米射弹 400万发子弹 和70门M114A1 每支15毫米榴弹炮 希腊还考虑援驻乌克兰一套 1990年从捷克购买的 俄罗斯S300防空系统 欧盟委员会将拨款20亿欧元 用于加强欧盟防务以及采购武器 以更快的向乌克兰供应 芬兰外交部长 埃尼纳瓦尔托宁表示 不排除未来该国军队出现在乌克兰 目前最重要的是乌克兰的支持者 继续提供援助 欧洲各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正在形成共识 相比前两年有了更大的进步 3月15日 法国德国波兰在柏林召开会议 商讨对乌克兰的援助问题 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舒尔茨 波兰总理图斯克一致同意 在全球范围内 为乌克兰采购更多武器 扩大本国军事生产 与乌克兰展开合作 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为乌克兰购买武器 建立远程武器联盟 为乌克兰购买武器 舒尔茨还强调 欧洲团结一致击败俄罗斯很重要 不会回避援助乌克兰的义务 马克龙表示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俄罗斯无法赢得这场战争 图斯克认为 是时候认真帮助乌克兰了 三国领导人就共同立场 达成了一致 展现欧洲团结 并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 成功的将芬兰 瑞典送入了北越 未能在乌克兰实现所有的目标 让欧洲各国团结一致 援助乌克兰 将战火引回俄本土 怎么看俄罗斯都是不成功的 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和代价 越来越高 乌克兰人有任性 加上欧洲各国权力援助 在可预见的未来 乌克兰不会输 而俄罗斯的底牌不多了 乌克兰的春天不会遥远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最近大雄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也很低 希望宽宜的朋友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一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映 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页的微信赞赏码 进行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好改进 大雄也知道这两年的光景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开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 压得我传播器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 如果您不宽宇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雄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 闲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见